热能表 这个东西北方常见 南方应该很少见到 暖气上用的 计量暖气用了多少 是看这个功能用的 首先看外形 外形就像是一个小水表 但是它有线 从这表上面出来两根线 一根线接到这 还有一根线接到另一根管上 回水管 一个是进水管 一个是回水管 然后它就可以计量出来 你用了多少热量 然后看功能 这有一根线 表号 流速 里边水流的速度 流量 一共流了多少 立方米的水 进水的温度 就是通过这个PT1000的温度探头 可以探出来 回水的温度 温差 这个时候它又通过这个 流量 流速 然后再通过这个两个温差 可以计算出来 你用了多大功率 功率 你用了多大热量的水 累计 这好像是个时间单位 这个就不懂了 就这么个东西 怎么拆 这个应该很好拆 看这些功能是怎么实现的 直接把它打开 里边一个小下路板 这个上面号码和这个表号是相对应的 后边也没什么东西 米特仪表 有个电池 07年的电池 10多年了 还有电 然后两个碳针 分别在主板这两个位置 焊的 还有两根线直接到下面去 它这个应该是控制流速的时候 识别这个流速的时候用的这两根线 这是电子部分 然后把它打开 这个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东西叫PT1000温度碳头 它是随着温度而改变它的电阻大小 通过它的组织可以判断出来当前的温度 怎么拆 我还有个备用呢 居家必备 什么意思 它这个意思和水表不一样 它是从四周或从中间把水过来 我看从电头 它是从四周把水过来 然后通过它进到这里边 里边应该是个窝轮 但是这个位置 怎么打开 可以旋转 但是它下不来 说这样 这个窝轮上面有两个感应的基础片 然后应该是和里边应该也有相应感应 对 对 它是每次旋转 然后它都会产生一个脉冲 应该是个脉冲 每一转 转一圈 形成两个脉冲 然后给上面 线路板上发出去相应的信号 一个小的电磁线圈 就这 北方用的热能表 这个东西很眼熟 当烟灰干的好苗子 没关系 donc 这用来 лес 到底是不是 我没有来机 我没有来机 我没来机 我没有来机 我没有来机 我先去